24. 香港經濟日報 《中日基金分析》 2015年7月22日財尖投資理財貴刊 匹林冊林善行上半年 A股狂時,連帶中國基金也表現標證 為踏入7月,受外為因素及市場去槓桿打擊 A股,港股表現均走樣,暴力救市易僅止一時之跌 縱觀下半年,中國主題基金是否不宜遷手? 另外,日本股市上半年表現逆交其他成熟市場街 個別基金表現猶為突出,這是否基金投資者的新出路? 中國,股市升幅徵發去槓桿在喉頭 根據Fundsupernet.com的資料 截至7月14日,一年最佳表現基金 及年初至今最佳表現基金均有中國基金的蹤影 不過,三個月最佳表現基金,及一個月最佳表現基金則絕 上證綜合指數由年初至6月12日以大升近6成 為指數此後反覆下滑,截至7月15日收市 累積升幅已降至不足兩成,其中七成升幅徵發 難怪相關基金近期表現未如理想 基本面未改善兩融規模細縮Fundsupernet.com 香港,研究部經理沈加倫坦然 A股後時未許樂觀,不但A股估值過高 且中國經濟基本因素未有重大改善 中國政府的改革措施原意是推動經濟轉型和國企改革 進一步向市場化的目標賣盡,可惜最終只給中小板 夾水機會,面對政府打壓兩融,積極去槓桿 馬展投資者難以錯誤,令沽壓增加 儘管內地政府試圖透過證券行成立基金購買藍籌 ETFTOX,早前又叫停薪股上市 並降低交易費用鼓勵投資,甚至開放養老基金投資股市 但預計只能釋放1.43萬億人民幣、下銅、資金 然而,單計兩融規模已達2萬億 加上散營信託、場外交易等槓桿 融資規模超過5萬億 由此來看,資金缺口與政府夠市力度有落差 沈家倫相信,中國政府將繼續去槓桿 加上負財富效應等因素影響 顧看淡,E股,不建議投資者選擇以E股為主的基金 E股回穩代政第三季動力不大 康宏資產管理業務拓展及投資管理董事 而不方盡則覺得,儘管內地政府干預市場之具備受非議 但其引導利率市場化E股市場化的大體方向正確 而內地上有減息、降準的空間 相信相關政策繼續有利穩定之今年 在政府去槓桿的政策下,部分投資者被迫斬倉 一些質素較佳的企業在今次跌市中亦無辜受拖累 個人認為E股中長尺肉力仍在 而我們第三季的資產配置中,仍以內地資產較多 不過他補充,經過7月初的一浪跌勢E股第三季的上升動力不大 若要確認E股市否回穩,可參考上證指數能否守住3400點的關口 今年3月中之後上證突破該水平並一路施升 亦是市場出現過度槓桿的起點 若上證能保持在3400點上,同時當地股市融資源額能降至8000億以下 相信政府有機會結束去槓桿的工作 從而利好E股以至相關基金的表現 日本企業經營改善略略提升今年初 吳方俊及沈加倫皆預期日本股市表現將較其他成熟市場優勝 日經平均指數上半年升幅達16% 加度禽視歐洲Stokes 600的11.3%升幅及美國道指的0.2%跌幅 沈加倫指,入股在核心組合,即成熟市場,中會佔較大比重 為相比其他單一新興國家未算出 然而,投資者不妨繼續持有日本股票基金 因為當地七大汽車製造商今年收入創新高 銀行易錄得理想盈利,加上多項企業措施收效 市場出現更多股份回購和派息活動 預期日股的股本回報率將由5%推升至10.9% 不過由於日元弱勢,投資者而選取以美元對的相關基金 吳方俊表示利好入股的因素而反映出來 但當地經濟未有明顯氣息,人口結構問題仍是負累 故預期整體入股難有重大刺激向上 為他認同沈加倫的觀點 指申的企業管治守則有利當地股市、此外 除光漲、廠商潮自動化生產方面發展 對相關機械儀器的需求將增加 有利日本的精密工業 投資者可考慮持有相關資產的基金或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其他建議 沈加倫區域性基金分散風險 沈加倫建議投資者選擇區域性基金 因為近期個別地區的市況較波動 入市時機決定基金表現 而區域性基金可分散地區風險 他認為亞洲、日本除外 基金值得投資者考慮 蓋恩東北亞的表現較一般新興市場為佳 尤其南韓科技企業營利理想 當地股市今年有望做好 可以看高一戶 不方進 看好越南和科技版塊不方進 即看好越南股市 他表示 當地經濟回復增長 貿易收支及通脹問題易見改善 而且越南政府將於9月起放寬外資 在當地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 由49%提升至8% 相信有助吸引外資入市 另外他亦看好科技基金 認為即使科技版塊股值偏高 但增長幅度亦高 加上資金多,負債少,故予以推介。